作为人类工程技术能力的杰出体现 几乎每一条运河的修建都会极大的影响一处的地缘环境 而如果运河的修建者本身就是聚首兵家必争之地的豪强 那么事情往往会变得更加复杂 例如身处欧亚大陆分界线上的土耳其 一旦决定亲自操刀一条运河 那么周边十多个国家的敏感神经都会被挑动起来 今年6月26号土耳其政府宣布 投资高达150亿美元的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正式开工 土政府希望整个运河工程能六年内完工 届时黑海沿岸的国家将增加一条前往马尔马拉海的途径 土耳其也能大大缓解博斯普鲁斯海峡目前的航运压力 在很多人的意想中 恶守着从黑海通向地中海这一黄金水道的土耳其 一直在东欧到南欧的航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能躺着享受航运便利的土耳其人 为何又要在今天再费时费力的重新开辟一条运河呢 目前要从黑海到地中海 就必须依次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马尔马拉海 达达尼尔海峡这三个自然形成的航道 而相较于地势宽阔且笔直的达达尼尔海峡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通航条件始终不够理想 博斯普鲁斯海峡全长约30.4千米 最宽的地方约3.6千米 最窄处只有700米 最大水深120米 最浅水深只有27.5米 纵向的地势起伏就非常大 而在横向上不仅海峡尺寸不移 呈现弱口宽出国窄的走势 曲折还是很多 二者合一就给船阵的通行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更要命的是 由于黑海的含烟量低于地中海 海峡内的水流方向是相反的 黑海的低沿度海水从上层流向地中海 而地中海的高沿度海水则从下层流向黑海 这更加剧了海峡内水温条件的复杂程度 尽管如此 目前博斯普鲁斯海峡仍然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运航线之一 每年通过的船只几乎是苏伊士运河的三倍 仅2018年一年 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就达4.1万艘 总等位6.13亿吨 而其中船长超过200米的巨轮就多达4106艘 且这一数字每年都在不断上升 要知道 按照专家的测算 博斯普鲁斯每年的安全通航量只有2.5万艘 而实际通航量显然远远超过了安全限额 严重超载带来了两个问题 一是船只通行时间延长 不少船只都需要等待十余个小时才能通过海峡 另一个就是安全隐患始终存在 前阵子苏伊士堵船的新闻连游在耳 若是这一黄金水道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黑海沿岸的国家都会伸手其害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 开凿一条伊斯坦布尔运河 以分担海峡压力的计划 也就顺理成章的被提到了日程上 按照土耳其政府 在2018年1月公布的规划路线 伊斯坦布尔运河并非一条直接沟通黑海与地中海的长线工程 而是在伊斯坦布尔市的西北方向开刀 借助小切克梅杰湖这一天人湖泊 缩小运河长度 在经过阿夫查拉尔和巴哈舍切尔两个地区后 最终从伊斯坦布尔市北部的阿纳乌特凯区与黑海相连 并最终将黑海和马尔玛拉海连接起来 目前运河规划长度45公里 深度20.75米 核岩宽度360米 核底宽度275米 在深度和宽度均超过苏伊士和巴拿马两条运河的情况下 未来能通过伊斯坦布尔运河的船只尺寸也会更大 工程一旦完工 相当于将伊斯坦布尔市区与土耳其的欧洲其余部分一分为二 形成一个人造的岛屿 按照计划 土耳其政府还将同步修建六座跨河大桥以沟通两岸 6月份宣布开工的项目正是其中名为萨兹利迪尔的一座大桥 其实在伊斯坦布尔市旁再修建一条人工运河的设像 可谓古以有之 早在公元16世纪 奥斯曼帝国著名苏丹 被后世赠为大帝的苏兰曼一世 就在手下建筑师的帮助下构思了初步的方案 后来的穆拉德三世 穆罕默德四世和穆斯塔法三世等苏丹 也都多多少少进行过项目的论证工作 据统计 直到奥斯曼帝国灭亡 前前后后 共提出过七次修改伊斯坦布尔运河的设想 但都却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 在一直以重铸奥斯曼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为人生信条的埃尔多安看来 如果能在自己任内 将这一伟大的工程 从蓝图变为现实 必然能在土耳其的历史上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在2011年时 他就推出了运河计划 但一直因为种种原因 未能上马 按照土耳其现行宪法 埃尔多安理论上 最多执政到2029年11月 距今还剩下8年不到 在这个时间点 推动预计需要6年的项目开进 其想靠着自己的总统生涯 未运河保驾护航的用意 可以说再明显不过了 那么在10年后的今天 埃尔多安的梦想 真的要实现了吗 在土耳其人看来 建设伊斯坦布尔运河 绝不仅仅只是为了疏解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运压力 其背后还有着 错综复杂的利益考量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考量 根据苏英法日等国 于1936年签订的 蒙特勒公约 平时和战时各国商船 均可自由通过海峡 而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 在非战时可自由通过海峡 非沿岸国家的军舰 通过海峡 则要受到 蹲位和停留时间的限制 交战时能否通过 则由土耳其决定 这一公约 虽然赋予了土耳其 以海峡的主权和设防权 但由于 博斯布鲁斯和达达尼尔 都是天然海峡 因此 土耳其不能对过往的船只 收取任何费用 自己反而还要每年承担 清理水里淤泥 维护航道的责任 看着埃及和巴拿拿 靠着运河发家致富 土耳其人说不羡慕 肯定是不可能的 如果未来运河真的建成 土耳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收取葫芦费了 其次是城市建设方面的需要 目前 伊斯坦布尔已经是一座人口 超过1500万的超级大城市 而该市欧洲部分的用地 一直紧张 可供发展的土地 已经不多 如果将来运河得以建成 那么政府就可以围绕 运河区两岸 新建许多居民区和商业区 在修建城市副中心的同时 带动消费和就业 目前 河运区的地价 已经有了明显的上涨 而房地产行业 也是土耳其目前的一个 支柱级产业 再次 自2010年以来 土耳其主权货币 里拉汇率就开始持续走低 2011年时 一美元可以兑换1.9里拉 而截至2021年11月19号 汇率已经暴跌至 一美元兑换11.2里拉 这就给土国内 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失业率已经高达13.92% 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5%水平线 而这无疑会动摇 埃尔多安的票仓 而作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环 伊斯坦布尔运河 多多少少可以起到 以供代真的作用 缓解年轻人的就有压力 最终在中俄等国的帮助下 土耳其近些年 在基建方面其实颇有作为 代表性项目 包括安一高铁 马尔马拉海底隧道 伊斯坦布尔的新机场 恰纳卡莱大桥 阿库油核电站等等 综合世界各国的经验 每个国家在基建黄金期建设的工程 不仅质量有保障 且造价往往更低 反倒是到了大规模基建 基本完成之后 工程建设能力会快速下降 且问题频出 能看得出来 埃尔多安希望能够抓住 这一大基建的机遇期 把伊斯坦布尔运河 打造成真正的世纪工程 可以说埃尔多安 对伊斯坦布尔运河工程 是势在必得 若没有方方面面的压力 那么人类历史上 很多伟大的构思 恐怕早就已经成为了现实 而埃尔多安心心念念的运河工程 也不例外 总的来说 开挖运河的反对声音很大 且国内国际均有 尽管靠着农获的宗教保守思潮 和对农业的大力补贴 埃尔多安所在的土耳其 正义于发展党 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执政地位 但由于不断刷新下线的 里拉汇率和严重的失业问题 大城市的人们 已经厌倦了政坛上 一成不变的埃尔多安 在2019年的土耳其地方选举中 政法党就丢掉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 目前伊斯坦布尔市市长 是土国内最大反对党 共和人民党的埃克雷姆 以马姆奥鲁 其多次以迫害环境 可能会影响伊斯坦布尔的水源地为由 拒绝推进伊斯坦布尔运河的建造工作 并宣称 本次开建的大桥项目与运河无关 埃克雷姆表示 一旦自己在下次大选中胜出 就会立刻扯销运河计划 此外 反对者还质疑运河项目 是否能在预算内如期完成 最悲观的人认为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 将会花费600亿美元和超过20年的时间 尽管在今年4月 埃尔多安未表示决心 还逮捕了10名反对修建运河工程的海军将领 但一旦埃尔多安真的下台 那么反对党的新政府 推翻上届政府所做的所有决策 也并不令人意外 来自国外的不满 同样不容小觑 尽管伊斯坦布尔运河一旦建成 可以将目前船只 与能少绕行一个大舟的苏伊士 巴拿马运河相比 减少十几个小时的通行时间 却要被贫空收费 显然是非常划不来的买卖 更重要的是 虽然土方无权强迫其他国家的船只走运河 但一旦土耳其放弃 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维护 那么他在几年内 就会变得完全不能通行 对于一贯擅长贫空捏造谈判筹码的埃尔多安来说 土耳其很可能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维护和清运工作 当成与欧盟和俄罗斯谈判的前提条件 届时 欧盟和俄罗斯如果在地缘问题上和土耳其发生冲突 必然会在这一问题上被卡脖子 基于这样的考量 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国都对土耳其自讨要包修运河并不买账 极度依赖航运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更是最大的反对者 面对这种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情况 简单的分一个对错 显然是不合适的 毕竟谁会愿意把吃到嘴里的利益吐出来